婚姻中的流言,敌不过岁月,时间终会向世人娓娓道来,相差54岁的旷世之恋,时至今日,人们仍觉得翁藩,是这段婚姻最大的牺牲品,但牺牲这两个字,不论是杨振宁还是翁藩本人,都是极不认同的,哪有人把爱情叫做牺牲,2010年,在杨兰访谈中,聊起两人的初相遇,95年,杨振宁脱口而出,年过90的他,依然无比清晰地记得, 命运那一手巧妙安排,1995年去汕头大学,参加活动,她的向导,正是刚上大一的翁藩,善良,纯粹,没有心机,只匆匆一线,这个温和有礼的姑娘,便在杨振宁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的她并不知道,19岁翁翁藩,同样在心底,对这个,平易近人的科学家,暗暗产生了好感,那你,又是在神妖时候,真正爱上她的呢? 翁藩的答案是,不知不觉,始于才华,陷于崇拜,忠于内心 2004年12月24日,翁藩和杨振宁一前一后,走进了民政局的大门 当时翁藩28岁,杨振宁82岁,因为54岁的年龄差,科学家杨振宁与太太翁藩的婚姻备受关注 翁藩28岁那一年,嫁给了82岁的老师杨振宁 从那以后,两人便如娱乐明星一般,常常被拿出来讨论,有不少人都不看好 他们的婚姻,甚至常常有人不怀好意地,揣测翁藩的动机,觉得他是贪图 杨振宁的名气与地位,以至于当杨振宁被造谣去世时,大众最关心的,不是事情的真相 而是翁藩能拿到多少遗产 在得知杨振宁只有,在清华园的居住权时,有人嘲讽翁藩号算盘,打了一场空 翁藩看中的真的是,杨振宁的钱吗?尽管被舆论嘲讽了多年,但翁藩至今,仍和杨振宁恩爱甜蜜 他们的结合是,因为真爱还是利益,他们又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很少有人知道,翁藩本人的家庭条件并不差 他的父亲翁云光,是当地旅行社的负责人 热爱传统文学,精通各种诗词歌赋,是个极有修养的传统文人 翁家有三个孩子,翁藩是最小的那一个,既有父母的疼爱,又有姐妹的谦让 可以说是,在千交万贯中宠出来的,翁云光非常重视 对子女的教育,平常总是教孩子,学习各种古典文化 家里传统气息浓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翁藩 从小就有大家闺秀的风范,长相大方漂亮,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学校是非常耀眼的存在,翁藩上大学时,赶上汕头大学 召开物理家学会,当时物理界最权威的人物便是杨振宁 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他,受邀来到汕头大学,而接待他的学生代表 正是外语系的翁藩,当时还是小女孩的翁藩 得知自己要与这样一位,学界泰斗相处很是紧张 但与杨振宁接触下来,他被对方的真诚与谦逊感动 翁藩看住这样一位,学识渊博有成就的人,站在自己面前 敬佩之意油然而生,不过这时的他,并没有对杨振宁产生其他想法 因为当时陪他一起,前来开会的还有 杨振宁的妻子肚子里,他曾经以为结婚后,也会和恋爱时一样甜蜜 但生活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磨掉了所有的浪漫,当激情,退去 光帆猛然发现自己,与对方并不合适 长期的争吵也让,两人的感情逐渐破裂,这段婚姻仅持续了两年 就走向了失败,离婚后的翁藩郁郁寡欢 他已经做了两年的全职主妇,再回到社会上,有即将的不适感 看住曾经的同学,一个个当上了白领,做住体面的工作 而自己却成了这副狼狈模样,翁藩心里很不适滋味 这时他才想起杜志里当初的劝告 女孩子要先找到更好的自己,才能找到更好的爱人 绝对不能放弃事业,也不能停止学习 他从失败中醒悟过来,决定重新拾起书本 考上了广东一个,外语大学的研究生 在知识的海洋中继续深造,没多久 他从电视上得知,一直指点自己的 杜志里女士病逝,想起几年前,他们一起相处的时光 如今物是人非,心生感慨 翁藩便写了一封信,给杨振宁宽慰他 翁藩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这封信会给杨振宁带来多大的安慰 毕竟他们仅有一面之缘 说不定杨振宁收到信时,都未必能想起他 然而事实是,杨振宁不仅因为这封信,想起了翁藩 并且深受感动,翁藩知道失去与自己,携手一生的爱人 是多妖痛苦的一件事,他期盼杨振宁能从悲伤中走出来 言辞恳切,杨振宁独晚感动不已 他的心情居然,只有这位年轻的姑娘理解 那段时间杨振宁,常常和翁藩倾吐,自己的丧妻之痛 而翁藩也细心地,安慰住杨振宁 时间长了,两人的联系方式,也换成了沟通效率 更高的电话,杨振宁在翁藩的鼓励下,走出了伤痛 他们两人也有了更多的话题,孤独的杨振宁常常在电话中 和翁藩谈天说地,翁藩钦佩杨振宁的见识 杨振宁也感谢,翁藩的陪伴与倾听 两人话题越来越多,关系也越来越近 直到一向大放的翁藩,接到杨振宁的电话时 忽然开始羞涩,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好像爱上对方了 最终还是杨振宁,主动踏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邀请翁藩到中山大学,和自己见面 见面的第一眼,翁藩就笑自己多虑了 杨振宁保养得当,虽然已经年过80岁 但身体依旧硬朗,精气神也很足 两人也和电话中,相处得那般愉快 杨振宁学助年轻人那样 给翁藩表了白,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分开后,翁藩心潮澎湃,上一段失败的婚姻 对她的打击很大,翁藩以为自己 再也不会爱上任何人,莫想到却对一个 大自己这腰多的人如此倾心 几天后,杨振宁在电话中和翁藩提起了结婚的事情 翁藩听见后愣住了,杨振宁解释 这对你来说,可能确实有点仓促 可是我的年纪你也知道 我是真心爱你的翁小姐 所以才急切想要和你有个家 谁知翁藩只是羞涩地称怪 你这样求婚也太不浪漫了吧 既不当面说,又不送花 杨振宁听罢这才放心 告诉翁藩自己会不挤她花的 翁藩把这件事告诉了家人 父母听说杨振宁的年纪后 大发雷霆,把这个从小 疼爱的女儿痛骂了一读 翁家是传统家庭 最讲究门当户对 线下翁藩找了个 比父母年纪都大的老公 这成何体统? 面对父母的训斥 翁藩并不退缩 她坚定地告诉父母 我们是真心相爱 无关年龄也无关其他 振宁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 除了她之外 我谁也不嫁 看着翁藩如此坚定 父母也心软了下来 放手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2004年 翁藩和杨振宁 在他们初见的地方 汕头结婚 那一年翁藩28岁 而杨振宁已经82岁 事情传出去后 立刻引来了各方讨论 他们被戏称谓 爷孙恋 被网友各种恶搞 没有人相信翁藩 是真的爱杨振宁 没有人理解翁藩为神妖 会选择这样一个老头子结婚 他们只觉得他 和野心勃勃的邓文迪一样 企图靠婚姻为自己 谋得钱和名气 后来爆出的一则新闻 更是将翁藩 推上了风口浪尖上 原来翁藩照顾了 杨振宁18年之久后 杨振宁立下的遗嘱中 居然只字未提翁藩的名字 他将自己名下的 房产和资金全部留给了 自己和前妻生的孩子们 而翁藩 只有一个房子的居住权 除此之外 神妖都没有 这个消息爆出后 网友们更是 将翁藩群朝的体无完肤 翁藩不会被这些言论打倒 因为他原本 也没想要捞神妖 他只是欣赏杨振宁的学识 甘愿在他身边照顾他 翁藩无微不至的 照顾住杨振宁的生活 不知情的外人误解他 但他们身边的人 无一不被翁藩的 细心和体贴感动 因为两人的年龄差 自带被关注体质 这些年来他们莫少被误解 但翁藩看得很开 就像杨振宁 曾经说过的那样 我小的时候 学过一首情歌 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 唱情歌是一件 不被理解的事情 大家会觉得你有伤风化 可是几十年过去 我们现在回头看 那些歌词都很正常 也许大家觉得 我们的婚姻 也是有伤风化的 但社会在进步几十年 到时候你们回头看 也会觉得正常 如今杨振宁和翁藩的婚姻 已经持续了18年之久 他们的爱情无关金钱 名声和地位 是真正的纯粹的爱 如今杨振宁已经100多岁 翁藩依然在他身边陪伴住他 翁藩常常搀扶住杨振宁走路 夕阳下两人的背影引人感慨 他们的步伐就像爱情一样 虽然走得很慢 但坚持走下去 却能走得很长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이번书 还可以叫之物 锱钢